只要来聊的就是跟一群青少女聊她们对于性影像的看法 我们就掌声欢迎我们的台东的女性的儿少委员 欢迎小妍跟石凯 多害羞 刚明明就不是这样 请问就是像是我们持有一些性影像 不一定是什么儿少的 我们在持有转传还有拍摄 然后这些人的相关法则是什么 然后还有针对如果是未成年和成年有什么区别 去年性暴力修法之后其实是有差别 因为成年跟未成年其实差别在于法者是不同的 他们所适用的法条也不同 像儿少性剥削 他就是针对未成年的性影像 去做一些规范跟处罚 但是真的要再度呼吁持有未成年的性影像 就是不行 因为我们台湾的法律就是这样子 就是对于未满18岁的性私密影像 或者是性私密的照片 然后是持有转传 制造这些事情都是违法的 成年人的部分 成年人其实要看意愿 我们做这一集节目 其实就是要告诉同学或者是听众 不管你是男生女生 不管你几岁 你16岁 我38岁 我们都可以决定 在清楚知道法律的状况下 我们要不要排 我们选择要不要排 都是可以自己决定的 这边真的要呼吁 就是有关性影像这件事 真的要 勇敢求助不羞耻 所以我们可以决定